华林县政府18号特别针对了各护证事务所的专责人员 办理了离异共亲职观念宣导以及教育的精进研习课程 除了邀请专业的人员来畅谈子女会面 以及抚养的沟通协调技巧外 也潜谈和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 期盼借由经手的护证人员 适时的来唤醒未成年子女的父母 在离婚登记的时候要有深一层的省思和重视 台湾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 华林离婚率也名列前茅 有鉴于8成5离婚案件都是在各护证事务所 由夫妻双方合议登记完成 对未成年子女侵权欠缺保障 华林县府继去年开办离异共亲职观念宣导与教育后 18日再度办理精进研习课程 上午场邀请华林儿家协会秘书长林秋芬唱谈 子女会面与抚养的沟通协调技巧 下午则邀请华林地方法院司法事务官易新福 讲述离婚调节 前谈与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 有时候离异的父母因为监护权的关系 或者是探视权的关系 有时候会到学校去把孩子带走 或是探孩子 其实这个部分也让老师非常非常困惑 他该如何怎么做 因为父母双方老师都认识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幼稚园的园长 也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 然后让孩子被另外一方给带走 结果就有司法系的行责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后来就非常非常加强在教育体系 让教师的第一线 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部分的问题 辛苦固承的第一线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讲习 就是让大家知晓明了它的严重性 我们每次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能够知道初中以及 我们现在是在为台湾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民政处处长江东成表示 多数离婚协议是由当事人自行拟定 为快速完成离婚手续 缺乏正确法律观念及离婚谈判现场的权控关系 容易导致对子女侵权行使规划不周或不公 期盼能借由经手的护证人员 倡导离婚父母因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为优先考量 形成合作式的同盟关系 共同承担未成年子女的照护与教养责任 让合作探视亲情延续成为离婚父母给孩子最大的宽慰 记得长邦彦华林师报导